在整个城市喧嚣当中 其实大家都很忙碌 那我们希望说 所有都会当中的人 沉浸在这个五感体验的一个美学当中 打造一块城市中的进度 那过路房是松烟当初主要的一个心脏地带 也就是动力输出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透过KAMA进驻之后 SIM FLASH 以新鲜动力创造共航 然后带动了整个松烟的一个厂区 有更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出来 其实一开始是源自于很简单的想法 我们想要让已经停止运转很久的过路房 一个 SPOTLIGHT 让它重新发光的感觉 透过光雕其实是很直接的视觉的享受 也是一个很棒的内容承载的工具 它可以随时做变换 做策展 让古迹仿佛重生一般 光雕投影作为一种新形态的视觉创意展现工具 不仅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也为空间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这次选用 Everson 高阶工程雷射投影机 让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呈现真实的色彩 以我们作为光雕创作者而言 建筑空间就是我们的画布 而投影机就是我们的画笔 我们在选用投影机的时候 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亮度 色彩准确度以及高画质 唯有这样品质的投影机 才能够让我们为空间带来说服力 在内容上 其实我们跟天眼互动一起做内容的创作 搭配的是 Everson 的高阶工程的雷射投影机 然后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跟享受 搭配整个建筑物的架构 比如说它的窗框 结构的纹理 述说一个是咖啡风味绽放的故事 那在建筑物里面 我们则搭配相当有时代感的 蒸汽庞克风的设计风格 演绎一段咖啡豆 从生豆到一杯咖啡的历程 带给消费者这些很棒的视觉感受 在越来越讲究 消费者曾经是体验的当下 透过结合灯光 音乐 视觉等多项元素 创造夜间 经济效应 并同时为品牌提升知名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